作為中心處人,一間中心就要休息 事務大事都一定要找你幫忙 我的色彩第一步一定要確保中心運作 如果有一些奇蘭疾症,基本上一定會去我 另外,我也要照顧同事安排工作 因為我們編制比較少,只有五個人 所以有時候作為中心處人,除了管理行政工作外 都會幫忙做活動性的工作 例如地區協作活動 其實都會由中心處人,直接去跟別人聊,去籌備 這可能是我本身的興趣 因為我本身讀社工時實習,都是選長者服務 我覺得長者作為社會上的一份子 我會為社會付出努力 我都很希望盡我自己的能力,在他們退下來之後 都可以充實他們的生活,幫助他們 令他們有一個很刺激的晚年的生活 所以可能有個人覺得,做長者可能很厭惡 那些老人家很麻煩 但其實我又覺得不是 因為我常常常常的老人家 因為他們吃完多了我們吃米 他們認識的東西,應該都會被裡面分析的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會提檢一下我 會教我的東西 雖然你可能是認可 但你會從多目度去想 你會想,為什麼要這麼想呢 你會知道多了東西 你會知道多了女生的想法 很多時候,這些東西未必讀書 你會知道多了 又或者他們可能會有時候 有些很細明的東西都要留意不到 他們會提醒我們 最不開心的東西 其實可能就是見著長者的靈去 試過去探望一些 可能就是看了長者 我很認真心 就是有一個就是 我那天探望完她 那天晚上她就過世了 這一刻覺得都會很震撼 我開始探望她 其實她拘捕了就不要走 但因為她是癌症 本身就說不出話 因為我肚子很痛苦 但她就 我講話,她懂得點頭應我 還是要拘捕了一隻手 不知道因為知道自己的跡象 所以就不太捨得 知道這件事之後 會覺得會有些不開心 會有些失落感 這份工作對我來說 挑戰性很大 因為其實同事會跟她 你是一個主任 她們就會跟著你的女生做事 我可以什麼都不做 大家鬥便宜的 我也可以狂做谷 但她們會說 你一定可以搞些東西 搞些東西 搞些什麼 但是這樣的同事會很煩惱 很辛苦 都可以做了理論 所以有時候在這方面 都要取回平衡 另外就是 畢竟我們《淺天機頭》的優勢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要這樣想 怎樣可以爭取更多東西 在社會之年 去回復回我們的中心模型 對外人家而言 對外人家而言 她們比我還要玩 她們還可以做 她們還可以開心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 你用一個《淺天機頭》的方式 我覺得 不一定要去持續運作 亦是過期中期 對外人家也有一個學習 我也希望我越做越好